圣约灵修 今日读经 马太福音八到十章 看啊 神悦纳人的喜年 作者 曹庆恩传道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这话对整个犹太社会而言 是惊天动地的 因为这意味着那延绵几千年的应许和盼望到来了 意思是那一位应许的君王来了 千年暗示 一光济明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坐在死因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利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一 主洁净大麻风 大麻风是一种让人厌恶的 容易传染的疾病 就像罪一般 对于犹太人来说 避之不及 因为接触这些人 会使他们不解 可是耶稣却伸手摸那个长大麻风的人 他不怕被传染 变得不解吗 但主摸他 非但没有被传染 反而那人便立刻洁净了 意思是 弥赛亚医治 洁净 救赎的能力 压倒了大麻风 传染 污秽的能力 看呢 只有光明才能胜过黑暗 只有义才能胜过罪 只有圣洁才能胜过污秽 只有生命才能胜过死亡 只有耶稣才能胜过你我 第二 主医治 百夫长仆人 一个外邦的百夫长 他说 我为官长 就可随几亿 差遣下属 你为君王 岂不能随几亿 行作万事吗 主的意思是 这恰好 与犹太人的拒绝 形成泄命的对比 外邦人 在这里诚心相信 亚伯拉罕的子孙 反而再三拒绝 你说 这是何故 刚硬之人的刚硬 是显明自己的本相 信心之人的信心 是显明基督的恩典 谁要刚硬 谁又会生发信心呢 再后的将要再前 那再前的呢 为何步履蹒跚 主啊 这福音的奥秘 让人敬畏 这天国的奥秘 让人服服敬拜 第三 主医治许多的病人 耶稣进了彼得的家 医治彼得岳母 他又治好了 一切有病的人 应验 以赛亚的预言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 我们的疾病 首先 耶稣不是医生 耶稣是救主 成功神学的问题 就是把耶稣 医生和救主的身份 互换了 其次 耶稣不是大手一挥 免除一切痛苦 灾祸 疾病 他乃是代替和担当 意思是 我们的软弱 疾病 咒诅 死亡 罪恶 并没有凭空消失 而是夹在了 耶稣基督的身上 你说 到底什么 是恩惠的福音 第四 主挑战两种 跟随者 有人看见明显的神迹 和大能 就来跟随 这个文士 态度坚决 夫子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都要跟从你 主的回应 充满挑战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 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意思是 你要计算代价 计算了代价之后 你还真愿跟随吗 你以为 跟随主 是得祝福 得平安 得名利 得满足 如果跟随主 意味着 受苦 受辱 受穷罚 你还愿意 跟随吗 这是主 对每一位 跟随者的 发问 又有一人 他或许 已经计算了代价 咬咬牙 跺跺脚 跟了算了 但 还有一事 挂在心间 这事 是比他跟随主 更优先的事 主啊 容我先回去 埋葬我的父亲 你说 这两人 到底最后是跟了 还是没跟 看你自己 就知道了 跟随主 意味着 要付代价的时候 还要不要跟 跟随主 意味着 要付代价的时候 还要不要跟 跟随主 意味着 要把主 摆在一切事情 受为的时候 还要不要跟 这是一个千年之问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也是一个千年的挣扎 和征战 只是 谁真正计算了代价呢 门徒靠自己的专业和努力 不能胜过的风浪 耶稣基督 靠一句话 就胜过了 这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 都听从他 这是风和海的 创造者 掌管者 这是风和海的主 只有在起初 创造风和海的那一位 才敢照样 斥责风浪 才可以让他们 立即顺服了 耶稣基督 胜过魔鬼 铁链不能捆住他 总没有人能制服他 被附身的人 本身不能胜过他 活在痛苦中 耶稣基督 仅一句话 就胜过了 你说 他是谁 鬼说了 他是至高神的儿子 你说 他是鬼王 还是神子 第六 主胜过疾病死亡 血漏的妇人 十二年的病痛 医生不能帮助他 受许多苦 不能帮助他 金钱不能帮助他 最后 病事放到更重了 只是摸耶稣的衣裳 便好了 这对他来说 就是福音 那一天 没有耶稣 他就活不下去了 没有耶稣 他就没有出路 只是 那一天 他的人生 不再一样 但我们很多基督徒 没有耶稣 还活得自由 很滋润 自我感觉很好 直到有一天 遇见艰难 打破这一家乡 我盼望你 遇见艰难 我们对信仰不认真 是因为 我们觉得 没有耶稣 能活得很好 金钱 能力 聪明 好像都能给我们 实实在在的帮助 直到 他们帮助不下去的 那一天 到来 父亲 不能救自己的女儿 耶稣 仅一句话 就让他复活 雅鲁 他俯伏在主角前 因为 雅鲁相信 只要耶稣 来按手 在女儿身上 一切 就都好了 虽然 他可能已经 濒临死亡 但是 众人 拥挤耶稣 使得行动 迟缓 单言 此刻 父亲的心 是否焦急如火烧 行之半途 耶稣又回过头去 医治群众中 一个血漏的夫人 经过这些 一搏三折 痊愈的机会 消失了 他们说 女孩子死了 所以就不需要 再劳动拉笔了 你说 这是不是主 故意这样安排的呢 一定是 主耶稣 曾经显明 他的能力 制服魔鬼 风暴 疾病 他在此 还要显明 自己是 生命与死亡的主 这位曾经 为别人 征服死亡的主 有一天 也要亲自 冲破死亡的锁链 所以 耶稣 命令雅鲁 不要害怕 只要信 我们一生的问题 就是 我们的怕 打过了我们的信 主来 挑战我们 人靠着自己的能力 永远无法胜过的 艰难 苦难 疾病 魔鬼 病痛 死亡 但耶稣基督 都被他们胜过了 那么 你说 耶稣到底是谁 这个世界上 谁能胜过这一切呢 没有人能胜过 除非 他是这一切的主宰 这个世界上 谁又愿意 担当这一切呢 没有人 愿意担当 除非他真的 爱你 第七 这到底是谁 这一段经文描述了 主耶稣和法利塞人 一次次的冲突 冲突的焦点是 耶稣基督的言行 违背了法利塞人的信仰 冲突背后的实质 是法利塞人 不认识 耶稣是谁 耶稣基督 解冲突的方式是 宣告他真实的身份 从而带出一个 强有力的冲击 耶稣说 小子 你的罪 赦了 法利塞人 便怒火中烧 这人 说健忘的话了 只是 如果 他说完这话之后 就让贪子 痊愈了呢 按照法利塞人的逻辑 如果在 安息日 这样行 就是行健忘的事了 人心 刚硬如似 无意附加 既然 话语和行动 都不能挽回 于是 主 就上了 十字架 好人 怎么能和坏人 在一起吃饭呢 这 完全颠倒了 法利塞人的 生活样式 耶稣 说出一句 惊天之语 其实 也就是常识 健康的人 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 才用得着 就问你一句 你觉得你是健康的 还是有病的 不承认自己有病 那叫什么 那叫病入膏肓 无药可知 别人的门徒 进食 但你的门徒 为什么不进食 耶稣就回答一句 别人都是管道 我就是活水 为什么撇了活水 抱着管道 死死不放呢 归根结底 问出了这个问题 还是不认识 主到底是谁 不认识他 又怎么会正确地 敬拜他呢 主啊 求你开我们的心窍 让我们认识你 求你开我们的心窍 让我们经历你 求你开我们的心窍 让我们跟随你 求你开我们的心窍 让我们敬拜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